大郭不在的第一天 想他 大郭不在的第二天 想他 大郭不在的第三天 大郭 你终于回来了 这是什么 虾蟹粥秘籍 看起来很豪华 大郭 炸鹿 加油 煮到锅子 煮到锅子 火锅子 炸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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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 煮大鹿 Zither Harp 这次大锅带回来的虾蟹粥就已经完成了 看来大锅最近经常去海边玩 在秋风刚刚吹起来的时候 来点膏蟹补补身子还是非常的爽的 那我们赶紧来吃一下吧 不要辜负大锅的一番好意 虾蟹的精华都已经融化在里面了吧 我要试试 这鲜的舌头都已经快掉下来了 我给你数数这里面有什么材料 有瑶柱 红膏蟹 鸡尾虾 鲍鱼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上芹菜或者香菜 当然作为虾蟹粥我觉得非常点精的一点 是一定要放冬菜 先吃一口 这个过分了吧 把鲍鱼片跟蟹黄 来 好香 蟹黄 太香了 我天哪 鲍鱼片煮的也是刚刚好 我怎么切的这么合适呢 每一口都是浓缩版的海洋精华 粥米的香气混合着海鲜的香气 这螃蟹膏也太多了 朋友们秋天来了 吃螃蟹的时候到了 赶紧吃螃蟹去吧 试试单吃一个虾 这个虾带有很浓重的甜味 好吃 冬菜是一种腌制的主菜 做的时候 它是要加入蒜头的 这个粥的味道基底里面 它是带有一点点蒜香的 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看这些腿 太好吃了 香的头晕啊 晕了晕了晕了 怎么这么晕啊 再来两碗 大锅真是厉害啊 你看这碗就吃出了家里有矿的感觉 其实家里并没有矿 家里只有锅 嗯 煮这个虾蟹粥呢 螃蟹一定要用海蟹 海蟹呢 除了这个这个糕啊 非常的香 让这个粥的味道呢 更加醇厚之外 它那个肉质 它那个肉质 自带甜味的 真的是跟跟跟虾呢 是有的一拼的 超棒 哇 谢谢你啊大锅 太厉害了大锅 你上次都没有洗 你就能跑去 啊 你去海边把自己给洗了 啊 我明白了 喂 大锅 大锅你又跑了 好吧 祝你一路顺风大锅 下次带大家好吃的回来啊 那我们这期的深夜一锅 就吃到这里 哎 美美的睡一觉吧 晚安